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未来他们想把小孩子送出国念大学全英语的教学成为了他们无缝接轨国外的最好环境 而这次爆出争议的美国学校是新北市第一间美国学校 2016年开始招生采取美国加州学制 只招收六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 全校学生大约一百七十人家长争相抢破头 但相对付出的学费也不便宜 学校一学期注册费二十五万 还会跟新生收取二十万的建校费 加上设备费还有制服等杂费 入学第一年就要交出七十五万以上 位在新北市林口这间美国学校呢 其实学生数只有不到两百人 除了家长接送之外呢 还有校车来接送 但其实校车就曾被邻居检举是有红线围停的情形 美国学校毕业名人多 不少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把小孩真相送得进去 也给外界高人一等的感觉 没想到这回却是假护照的监狱 跃上了媒体版面 三内讯闻田人长陈紫阳新北市